阿扣歇和嫌莉雅 求過婚了嗎 嫁不嫁 你這樣子是丟求給我 對 嫁不嫁 我要在媒體面前說 當然要去做嫁 阿扣歇和嫌莉雅 才結婚十一個月 婚姻 難道就快完完了嗎 因為莉雅 在情人節隔天 居然祝老公 和G9周子瑜 齊錦月 幸福快樂 What Happen 蘋果新聞網直點莉雅 她說 阿扣婚前有追齊錦月 但女方在阿扣婚後 也不必嫌 一直約她出海過夜 還說好這個月21日 要在齊錦月家裡見面 我納悶 阿扣如果有喜歡的女生 為什麼還要娶我 與其她們真的怎樣 不如我先出生 而且齊錦月 明知道合作音樂 要透過公司流程 但她偏偏一直私下要約阿扣 這些都是有對話記錄的 還是蠻多的 我也去自己往自己肚子裡面屯 而莉雅愛到咖餐戲 甚至也想過要和阿扣 維持開放式關係 但前提是 必須在我知情的情況下 Oh My God 我到底看了什麼 乾脆離婚算了 但莉雅說 離婚這件事 我有問阿扣 但她和我說 希望跟我一起工作 但感情上 希望我給她自由 現階段我還在朝這個方向前進 努力給她空間 就算最後已離婚收場 我不後悔 我自己的人生 我拿得起 我放得下 即使有一天 我變成阿扣前妻 我也希望 我是一位好的前任 其實我已經 有一點半放棄的狀態 再一次聽聽看齊錦月的回答 莉雅你在決定要不要放棄 她向蘋果新聞網喊冤 我家就是工作室 我們不是投約 21號那天 是要討論謝和賢演唱會 要合作的曲目 至於遊艇的邀約 我是約了很多朋友 不是只有阿扣一個人耶 我跟謝和賢完全沒感情 怎麼會有婚外情 突然搞得出 我很驚訝 很傻眼 我真的沒想到會被這樣誤會 我真的很無言 好喔 男主角謝和賢你怎麼說咧 目前最大的夢想應該就是 快點變成誕生 快次回顧阿扣和莉雅的愛情故事 2019年 他們到北投開房間 但謝和賢當時還有個正攻Kiana 後來雙方對不公堂 謝和賢這項輸了 所以莉雅是被法院公正的小三 還要陪Kiana120萬 如今風水輪流轉 網友笑說 哈哈哈哈 現世爆 莉雅回應對的 還有網友說 笑死 他還是很有風度說 謝謝 你的東新聞 報道 我昨天跟他講說 幹我今天有跟 騎警樂上手嗎 還是怎麼樣 氣成這樣 我覺得我必須跟你 慎重道歉 騎警樂小姐對不起 我們自己家裡的事 沒有情理好 影響到你 我自己會關起門來 修理她 謝謝 她們的世界有請凡人跟著理解一下 被莉雅指控是小三的奇景樂 原本自己開著直播發洩 被想到莉雅昂謝和賢後來加入 比奇景樂更加倍數落太太喔 其實我昨天也有罵她 因為我覺得 我就跟她講說 我這樣跟我前妻也是一個樣子 沒有 搞清楚原因就罵 罵騎警樂 對啊 對啊 那不是這樣吧 以前妻罵她的時候 以前妻罵她的時候 其實那一塊我沒有很了解 嗯 但是她真的是小三嗎 嗯 隨便 OK 欸還有她說 我要先人跳妳 還是超好笑我看起來很熟 我是覺得妳比較擔心我吧 看我也是渣男耶 對啊 我比較危險吧 拜託如果我們想到妳 妳要擔心我吧 我很危險耶 我是覺得啦 到底誰跳誰啦 我沒有必要跳人啦 而且講真的 我覺得我能力蠻強的 不需要靠任何人 不需要不需要 我們 都坦蕩蕩啊 我們的見面約會都坦蕩蕩 對啊 對啊 我覺得我們的level不需要跟 就是 跟不將團員的人計較 然後 而且我在 講好就好 我在幫妳澄清一個 就是妳當初說 要約我去海上過夜 那個是 那個是有一艘遊艇 然後那個遊艇上面有 可以唱KTV 也可以過夜 妳說我可以找我的朋友 很多人一起去 對 對對對 我們沒有在支援 我們沒有吵架嗎 我們沒有吵架啊 只是 只是我在回妳訊息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支援 我的密碼她也都知道 好啊 啊她不是聰明的大方嗎 怎麼樣 討論工作也不是 她不是很大方 然後也要讓我 有12個老婆她也OK啊 那我就不知道你們兩個人發生什麼事情啊 我跟她就 我跟她真的完全就沒有聯絡 所以我才會問你啊 你也會我不知道 誰會知道啊 那是你老婆 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還是不要結婚好了啊 哈哈哈哈 不是 可以結婚 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 然後 沒想清楚就 好算了 沒有關係 反正 底部輸過 也愛過 可能妳太有威脅性了 我認真的覺得 我認真的覺得 他是不是只是辛苦了 嗯 嗯 我也不知道 好吧 那我們不管他 你接下來要輔打一下 沒關係啊 反正 這件事不會影響到我們這間友誼 對不對 好啊 答謝 對啊 對 我是好聽 我這兩天 真的是我兩天以來 跟你講最多話的 兩天對吧 像是齁 好像是 對啊 耶 原本 我原本沒有跟你很熟 但是這兩天 謝謝他 耶 謝謝他 我不會去弄你啊 我像是會弄你的人嗎 啊Fuck 你那麼小 好啦 對不起 好啦沒事啦 對 雨樂動新聞 我到底看了什麼 我剛剛很緊張說 怎麼離婚吧 我真的不能 不能接受這樣 我覺得 這樣很不善良 我從來沒有愛過人 為什麼他要再愛我 啊哈吃瓜群眾們 歡迎持續鎖定哈們的世界 先請提要來一下 第二十五日 吳玉錦祝福老公謝和賢 和齊錦月幸福 引爆婚姻危機 不敢被影設施小三的齊錦月 隔一天和哈們掌門人 謝和賢一起直播公審莉雅 我自己會關起門來 休憶他 恭喜 我原本沒有跟你很熟 但是只有兩天謝謝他 好啦 對不起啦 好啦沒事啦 好啦 但原諒阿寇 不等於不追究莉雅喔 她有莉雅大大 三天之內道歉 否則將提告 於是乎 李雅熱騰騰的道歉來也 我再次向齊錦月小姐道歉 我誤會了你與我老公 對話內容的含義 再次珍重道歉 喔 還附上四張對話圖 來檢視一下 我租了自己的小窩 歡迎來玩 我自己住 隨時過來很晚也沒關係 然後謝和賢 愛心三連刷 他們宇宙燃炸囉 謝和賢也稱讚齊錦月正死了 女方開心回應 是不是要早一天見一下 結果你各位知道啦 網友們重新刷新不熟的定義 不熟的朋友 再晚都可以到自己住的家 那熟一點怎麼辦 重點是多晚都可以 想打炮嗎 不是說不缺 然後昨天的贏家 就變成今日的喪家犬囉 我從來都沒有介入過別人的感情 我不背這個小三的名字 我每次約你 都是想說你們兩個會一起來 我每次都說你們 然後還問你幾個人 然後還問你幾個人 他要幹嘛這樣子搞我 你老婆到底想怎樣 我不是他 不要哭啦 不要哭啦 我剛剛已經跟他說 那是你們兩個的事情 你們兩個的事情 幹嘛牽扯到外人 我跟你們本來根本就不熟 我跟你也是正常的交流 我跟我其他朋友也是 為什麼別人就不會出事你就會 你現在 你現在身邊有沒有人陪你 怎麼了 有沒有朋友 我怕怕你一個人不穩定 我想什麼穩定 我都已經說什麼都沒有錯 就別這樣 好啦… 娛樂動新聞 我到底看了什麼 各位親愛的觀眾們 他們的世界可能是最後一集囉 因為主演齊景樂居然不錄了 手寫道歉信 希望Andy這一切 首先 我想對謝和賢夫妻表達我的歉意 因為個人的言論導致你們爭吵 這是我始料未及且不願見到的 抱歉 之前好像有點秋 第二 針對浪費公眾媒體資源的部分 我為我自己親服的言行感到抱歉 佔用大家許多時間 對不起 沒關係我們看得很開心 未來我會挺記此次錯誤 並且時刻提醒自己 我向來都很願意承擔自己犯的錯 並且改正 精神交友 演以律集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紛爭 甚至傷害 以後 我會盡全力避開謝和賢夫婦 我超會把我失去 我真的是很疑我自己偽傲 我超會把我失去 先請提要來一下 第二十五日 吳玉錦祝福老公謝和賢 和齊景樂幸福 引爆婚姻危機 不甘被影射是小三的齊景樂 隔一天 和他們掌門人謝和賢 一起直播公審利亞 我自己會關起門來 我原本沒有跟你很熟 但是只有兩天 謝謝他 齊景樂再三強調 自己和謝和賢不熟 完全沒有感情 何來的婚外情呢 要求利亞三天內道歉 否則將提告 你怕嗎 對 你做嗎他媽的透明的 欸 利亞是道歉了 但憑著四張對話截圖 立刻打趴齊景樂 我租了自己的小窩 歡迎來玩 我自己住 隨時過來很晚也沒關係 為什麼只有我出事啊 我都沒有回你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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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要唱歌 只是想要做音樂這麼難啊 我每次找你都是說 我想跟你做歌 然後呢 你自己也知道我們沒什麼 你老婆到底想怎樣 我不是他啊 不要哭啦 不要哭啦 我剛剛已經跟他說 是個禮婚吧 我沒有辦法再跟他相處了 那是你們兩個的事情 你們兩個的事情 幹嘛牽扯到外人 我跟你們本來根本就不熟 我跟你也是正常的交流 我跟我其他朋友也是 為什麼別人就不會出事 你就會 我來處理… 對 我來處理 當然 現在先處理的方式 就是安泰座 莉亞甚至放閃說 看到他本人覺得很可愛 最後夫妻和好 齊景樂公開道歉 解答歡喜啊 有不少網友 替齊景樂加油打氣 也有人想和他說 死避開所有人夫才對 你還要感謝他們夫妻 要不是他們 我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誰 雨勞東新聞 我超會把我失去的 報導